今天是七夕节 我要来收奔大礼 一位神秘的车圈大咖 说说我一台 国内都没几辆的车 这么幸福的吗 去看 我只是很好奇 到底是台什么车 连我都没有见过 这也到他定位的地方 能啊 车也没有 来消息来 先到房子后院 找一台 黄色的14个轮胎的车子 要是就在轮胎中间 哪个车还这么掉了胃口 走走 找车去 大咖是谁 是车 这后院挺野性的 这么大的一个车 上面坨的是什么 这是轮胎吗 太夸张了 你说这么大轮胎都有的收塔 这送给我的车肯定不一般了 商务车 不对 这什么车 连我都不认识 6个轮胎 也不是啊 这后面倒挺有意思的 可以办party跳跳舞 哇塞 这边有一台黄色 那个公路之王 布莱娜 超纸少见的车 好 345678 14个轮胎 刚好 他跟我说钥匙放在中间的 不会是这个吧 钥匙也太朴素了 你说他关锁了 我跟头有什么用啊 算了算了算了 这车看起来挺有意思的 上车里面穿上 好高啊 一层二层 内饰也太简陋了吧 都脱皮了 这什么 进来线索吗 拿上房卡 往后走100米 在一块空地上有个白色的直装箱 惊喜就在里面 千万不要开心的隐身相许 还有你吗 什么呀 我是那种 没见过四面的人吗 不过来了来了 你们去看看惊喜是什么 地上有泥巴 该不会是个新方的空地吧 哦看看 那有个绿色不闷着的 直装箱 下了下了 走走 什么东西这么夸张 他还用个绿布闷着 挺有意境的 挺有意境的 来来 帮我掀开 你自己掀吧 你这七七留有没有我的份呢 有有有 这还差不多 看看这人就私利 一二三 哇 哇 这不是一个凡车的车厢吗 刷卡进去看看 到底有什么精神 我都有点小紧张 天呐 这里面这么豪华的吗 石墨 这边是厨房 主卧 船垫都是新的 软硬刚好 还有大圆灯 这晚上倒挺浪漫的 张木型的客厅 坐在这里 看着窗外 喝杯咖啡 还准备的花 路上随便采了一眼花 还有你吗 哈哈 又有小紫条了 车头跟车厢还有空地 都是为你准备的 你可以尽情发挥 祝七夕快乐 越来越有意思啊 这个地方好 我要在这里打造一个 属于我的房车营地 我要再来个 周末逃跑计划 有没有想跟我一起 打造小院的小伙伴 有的话点个小爱心呗 请不吝点赞 与你相伴 点关注 不迷路